哈喽大家好 我是草币大师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最新的大陆客户购买比特币的视频 第一次接触虚拟货币的小伙伴 一定要注意在币圈有非常多的骗子 骗局呢也是非常的多 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非常非常的重要 会教给你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如何安全的买币卖币一个完整的流程 所以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是新手 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呢 我们会按照这五个步骤 从头到尾的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首先呢我们先去注册一个OEOKX交易所的账号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OEOKX 在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 分别是OEOKX币安火币 在国内我们一般叫OE 在国际上一般称呼它为OKX 选择OE的原因呢 是它这边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接受大陆用户 但是呢币安火币 现在已经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了 选择OE的原因 第二个就是它的手续费非常的低 相对于其他的交易所 它的邀请链接 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这边有我的邀请码 如果你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 还有10美金的返用卡 最重要的 这个是最划算的 你的手续费 可以终身减免20% 非常非常的划算 可以终身减免20% 我们先打开一下这个邀请链接 打开之后呢 这边还会随机的送给大家 一个50美金的盲盒 这边填上我们的邮箱 邀请码的话是默认填写的 填写完成之后 这边会接下来 我们可以绑定一下手机号 手机的话是支持中国大陆地区注册的 我们先填写邮箱 然后呢再填写手机号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进行第二步 交易所的手机端安装 安卓还有苹果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在手机上面去安装这些东西呢 因为我们在电脑上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 有非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我们新手朋友特别的不友好 给你们看不懂 对吧 对不对 但是呢在手机上面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可以去安装一下他的手机客户端 先来说一下安卓如何下载安装 我们一会再说苹果 先说安卓 安卓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邀请链接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然后呢这边会有一个二维码 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QQ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 直接扫描这个二维码 如果扫描的时候其实有风险被拦截 那可能是被人恶意举报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手机 然后选择一下支付宝 支付宝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也是可以下载的 或者是呢还有一个其他的方法 就是我们这边可以随便的选择一个浏览器 我这边用的是360360这边也是也是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也是可以直接扫码去下载的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点击这边的向下条箭头 这边有一个更多客户端 我们点击一下安卓这边点击下载他的APP 然后这边会下载一个他的APP 我们在电脑上面登陆一下QQ 然后直接把这个下载的APP拖出来到这个手机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安卓安卓就是这么简单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苹果 苹果的话会有一点麻烦 因为苹果手机的话是属于ios系统 必须要用到海外的ID才能下载他的APP 海外的ID也就是海外的苹果商店的账号ID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大陆地区的ID不能下载他的APP 然后是哪一个呢 很多人不懂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点击一下我们的苹果应用商店 然后选择右上角这边 这个邮箱账号不能是大陆的ID 必须是海外的ID 那这个ID可以去哪里找呢 我们可以在谷歌 大家记得一定要去谷歌 在谷歌里面搜索一下海外ID购买 不要去百度百度是搜索不到的 去一下谷歌 可能就几块钱一个吧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十几块钱一个 这个是六块钱很便宜 这个是九块钱一个 反正就是几块钱一个 这个是十块钱一个 购买完成之后呢 我们先退出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点击这边拉到最下面 有一个退出登录 退出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然后登录上我们海外的ID 我这个就是海外的ID 进来之后 我们搜索一下OKX 搜索OKX之后 这边会有一个下载 我们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第一个是广告 大家不要下载 第一个是广告 然后OKX的图标是黑底 五个白色的方格 然后中间是像伞子一样的东西 这个是OKX 第一个是广告 然后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我这边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已经提前下载过了 然后安卓 我这边也是下载过了 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因为我们的钱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我们的安全问题一定要设置好 首先呢登录上我们的APP 然后呢 我们来到这里之后点击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个人资料 我们选择身份认证 在这边我们认证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安全设置 选择安全中心 这边这些邮箱手机号身份认证 建议大家能绑的东西全部绑定上就可以了 偏好设置这边语言我选择的是简体中文 然后机家货币默认的话应该是美元 我直接改成人民币了 这个看这个按照大家的习惯就可以了 然后消息通知就不用管了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最重要的操作 就是因为我们赚钱了有时候我们要提现 我们买币的时候要充值 那我们在哪里绑定银行卡呢 点击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CRC交易 点击跳过 选择我的 然后选择收款账号管理 点击 立即添加就行了 这边添加的话给大家说一下 这边会有银行卡 微信和支付宝 我们强烈建议大家选择银行卡就可以了 想微信支付宝不要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微信支付宝我们只有一个 如果冻结了就冻结了 但是银行卡的话 我们可以办多个银行卡不容易被冻结 好 基本的这个设置 我们 绑定完了之后 我们进行下一个 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USDT 怎么买USDT呢 下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USDT USDT它的中文叫做太达币 它是和美元挂钩是相等的 一美元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就是一美元 在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呢 是太达币USDT 假设我想去购买一些虚拟货币 像比特币 格狗币 以太坊之类的 我只能通过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不论你是美元 英镑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去购买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也就是USDT 说白了 只要你想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我这边 我手上有人民币 有美元 有欧元 有英镑 我想直接买这种比特币 以太坊 购股股币 这种是不可以的 你必须拿着你的美元 人民币欧元 先去购买这个USDT 你手上有了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这样说大家能听得明白吗 好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如何去购买USDT 好 回到首页 我们选择这边的买币 这边有两个 有一个CRC 选择CRC 不要选择这个快捷 为什么快捷是系统自动的匹配的 非常多的片子 但是CRC 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商家 如果这里没有买币 你可以选择左上角 然后这边CRC也是一样的 点击跳过 好这边就有非常多的商家了 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一下 这边选择购买 然后选择USDT 金额我们想买多少钱的 我买 2万 选择确定 然后支付方式 我选择银行卡 点击确定 好 我们耐心的等一会 我这边网数不是很好 好了 我们这边呢 接着我们就可以筛选一下商家了 看哪里呢 那大家就去看他们的成交量和成交率 越成交量越高 成交率越高 这种是最可靠 你像这边有一个300多的 这边还有一个9000多的 哎 我们就选择 哎 这个9000多的 选择9000多的之后 我们点击一下他的这个名字 然后 再看哪里呢 看他的开店时间 他的这个开店时间 越长越久越好 最好是一两年两三年之上的店铺 越久越好 看他的 总成交率 总成交单数 1万单99%的成交率很高了 然后他的时间这边已经是 快两年的店铺了 哎 像这种也是没问题的 然后我们选择这边的委托单 选择usct 好这边7块2.2 然后我们选择这边的购买就可以了 然后选择好的 然后输入我们的金额 假设我们想买多少钱的 然后输入我们的金额 就行了 我在这边呢 给大家来以街图的形式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选择crc 在这边选择金额 然后支付方式 这边1万 好多少钱 然后看一下这边的开店时间 成交单数 然后成交率 像这个也是两年的店铺了 2万多单是没问题的 然后选择委托单 选择这边的购买 好点击零手续费买入 然后这边会生成一个订单 卖家可能会发来一个消息 我们点击复盖详情 好 我们现在呃有的时候呢 卖家给我们发来一条消息 这个消息呢 可能是卖家需要我们提供一下 近期的流水明细截图 他需要看一下我们的银行卡是否是正常的 防止我们是一些洗钱赌博的或者是反例了之类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去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看一下我们的账户的明细 把我们最近的交易的明细 像我这边 买烟买酒 买水果 逛超市点外卖 我这种截图 我给他看一眼 他感觉没有问题了 他这边 就会把他的这些收款信息 像他的姓名收款卡号 哪个银行 他就会发给我们 我们再给 假设我们买一万块钱的 我们给这张银行卡 打过去一万块钱就行了 转完钱之后再点击我已支付 千万不要还没转钱的就给人家点击我已支付了 一定要转完钱之后再给人家点击我已支付 这个的话请大家放心 这个是平台担保的 他们在平台都有是担保金的 和淘宝交易是一样的 大约也就是等个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币就会到账 基本上他们放币的话都是几分钟的时间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提前准备好了100个 USDT 我们点击这边的资产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100个USDT 然后呢我们点击资金 这边有100个 但是呢 交易账户是没有钱的 这个资金账户和交易账户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现在我们的钱是在资金账户 资金账户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有USDT 但是呢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 顾名思义是交易来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可以用来交易 所以呢 我们需要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那如何放呢 好点击资金账户 点击资金滑转 这个滑转的话是不要手续费的 请大家放心资金账户到交易账户 选择USDT 选择最大点击确定 这个是不要钱的是免费的 请大家放心 滑转完之后 这边是立即到账的 我们点击一下交易账户 好现在钱在我们的交易账户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买币了 我们点击这边的交易 这边会来到这个交易的页面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很多新宿朋友不懂 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这边是我们要买的币的种类 我们这边可以选择比特币 狗狗币以太坊之类的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2237 2237是当前这个ETH 以太坊的价格 上边是买入 下边是卖出 然后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然后呢 还有一个我们买币的时候 要把限价委托改成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成交速度快 价格便宜 假设我们这边想买比特币 我们点击这边的ETH 我们输入BTC 就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了没有 又变成比特币的价格了 在这边呢 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了 这个网站叫做飞小号 大家可以在谷歌上面搜索一下 飞小号 然后飞小号.com 是他的官网 然后这边假设我们想买任何的货币 想买比特币 我们输入BTC 想买以太坊输入ETH 想买索拉纳 我们输入SOL 我们想买狗狗币 输入DOGE就可以了 不能直接输入汉字 假设我想买狗狗币 DOGE 好选择这边的币币 大家看到没有 变成狗狗币了 0.092 那我还是回原来吧 我想去买我的以太坊 ET培持 好选择BB 选择以太坊 好 和刚才一样 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呢 点击拉满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拉满之后 拉到100% 可用100个USDT 可买0.04个以太坊 我们点击买入一天一次 就行了 点击这边的买入 在在在这边的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假设现在以太坊的价格 我们先买入 是2238 准备买入 过两天以太坊讲 呃 涨了 卖出一天一次 涨了100美金 2338 我们如何卖的点击这边的卖出 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呢 再拉满 然后再点击卖出就行了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低买高卖 我们是不是赚钱了 我们是不是盈利了 100个USDT 好 那现在有小伙伴可能就想问了 我想把这100个USDT 我想 换上人民币 那如何操作呢 好 我们回到这边的资产 刚才 我们操作的时候 买 我们买币的时候 是从资金账户 放到了交易账户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想卖币了 那需要来一个反向的操作 需要从交易账户 重新放到资金账户 也是非常简单的 交易账户 点击资金滑转 从资金账户 我们刚才是从资金到交易 现在卖币 就要从 交易到资金 好 交易到资金 看见没有 交易到资金 好 点击最大 点击确定 好 滑转成功了 交易账户没有钱了 钱是在资金账户 好 这个时候就可以去卖币了 点击首页 点击这边 和刚才一样选择CRC 这边要选择出售了 然后你想卖多少钱呢 比如说我想卖2万 然后支付方式选择银行卡 选择确定 好 重点来了 还是和刚才一样 筛选商家 这边有个6000多的 我看一下他 他也可以 两年的店铺 然后6000多的完成率99 就他了 然后我挑战 我们点击这边的出售 选择最大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卖掉100个USDT 可以得到717人民币 点击零手续费卖出就可以了 大约几分钟的时间 卖家就会把我们的钱 打到我的银行卡里面是717人民币 这样的话是不是低买高卖盈利了之后 换成100个 把这100个USDT换成人民币的一个全过程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提问 结论 WEB2和WEB3之间的差异很大 WEB3在其技术架构 协议 数据共享 存储 网络结构 安全性和应用程序开发方面代表了范式转变 向去中心化和点对点网络的转变 以及Quipo技术和智能合约的使用 为数据隐私 安全和所有权提供了新的机会 虽然WEB3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 但它有可能彻底改变我们与互联网和彼此互动的方式 提供一个更加开放 透明和安全的数字环境 WEB3的第一轮创新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是用区块链通证来代表资产价值及通证化 二是将通证用于智能合约应用 其DI 这催生出了功能型 智力型和资产抵押性通证 而且DI可以在各个商业和社交应用场景中使用 交易 借贷和赚取通证 WEB3为社会带来了诸多好处 降低了资本本凯 提高了应用的透明性和加密保障 并为大众提供了不需许可的金融服务 虽然WEB3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 但却面临着超级金融化的风险 一旦超级金融化发生 财力最雄厚的人就会对生态的开发 智力和文化等核心领域拥有过度的影响力 目前而言 WEB3用户除了对方的链上地址以外彼此一无所知 为了解锁更多创新的应用场景 WEB3需要建立技术站 基于用户的经济 和社交属性来进行操作 这样一来 链上关系就不仅限于交易 而是可以扩展至个人关系 文化 生育 身份 以及信任等各个维度 将社会资本融入WEB 就需要创建链上身份层 扩展链上地址的用途 不仅可以显示账户余额 还包括用户特征 社会关系 以及生育等各种信息 将这些身份信息结合在一起 WEB3用户就可以拥有灵活 一个MV 作者Walkofer和Bitele Mutant 在名为Ecentralized Society Binding Web3嫂的研究论文中 详细阐出了这个概念 本文将以宏观的视角 操论WEB3身份 这一主题 重点聚焦 如何结合区块链 身份证明和预言机 来创建功能 丰富的链上身份层 满足各种应用场景和用户信任假设 WEB3为什么要创建身份层 WEB3的核心是实现信任最小化 流程几乎可以百分百的保障 会按照参与者预想的那样进行 区块链之所以会采用取中心化 经济激励和加密技术 又是为了实现信任最小化 为用户保障运算的准确性 及实现 更操控性 以及不可寸览性 在区块链上 以信任最小化的方式 来执行代码和储存数据 这也称为加密事实 加密事实结合了加密技术 和去中心化的共识 在分布时的网络中达成共识 创建统一的技术 并以确定性的方式 为应用展开计算 加密事实主要是基于博弈论创建 即通过奖励来激励正确的行为 并惩罚错误的行为 以此来激励 去中心化网络中大多数节点 采取理性的行为 比如 大多数区块链博弈议论 都会假设如果网络完全透明 去中心化且受到经济激励 那么攻击者就很难成功 因为他们发起攻击 必须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 比如抛网络中需要计算资源 PASS网络中需要质押通证 这个博弈机制的最终目标是打造确定性的软件 其 输入可永远都能输出结果外 然而问题是 要搭建框架让终端用户开展社会和经济活动 只靠经济激励是完全不够的 首先 在某些应用场景中要实现信任罪小化 而建立的惩罚机制可能对用户来说太过严格 惩罚大过于奖励 因此得不偿失 如果由于意外或误会而导致被罚款怎么办 在许多应用场景中 用户不希望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 或者至少不想在交互中由于质押大量资产而承担风险 比如治理 公共物品和社交俱乐部 Web3协议可能还面临诸多其他挑战 比如法律合规 验证链下行为或解决纠 对于用户伪匿名的协议来说尤其如此 虽然伪匿名在有些应用场景中是一个有价值的功能 比如可以抵御操纵风险 但对于许多应用来说 必须要知道终端用户的某些个人信息才能保证正常运行 因此我们急需Web3创建链上身份称 将区块链应用证明用户社交身份的同时又能保护用户生育 PYC ML 特征等个性化数据的隐私 在一定程度上或完全保留区块链信任最小化的特点 身份解决方案 可以帮助用户和应用了解除了用户账户余额和交易历史之外的其他信息 并基于各种类型的社交信息来开展链上交购 比如货币市场可以针对信用记录良好的用户降低贷款利率 它可以向支持某一事业的用户通投会员资格 企业在建立业务关系之前可以先开展PYC P变证 最终 在链上添加身份层将打破现有Web3技术站的瓶颈 随生出一系列创新的应用 Web3身份解决方案的底层技术 为了更好地理解身份信息 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类身份信息 官方身份指个人在某一司法管辖区 获得到官方认证或受法律承认的成就和视线 社交身份指个人从他人那里获得的非官方属性 成就或声明 自我身份指个人为自己创建的属性 成就或声明 这三类身份信息如何应用到Web3领域 要取决于开发者 用户获取中心化社区具体的价值取向和业务需求 比如 有些企业可能由于自身的运行机制 会更偏向官方的隐私身份信息 而一些Web3原生应用可能更倾向于透明的社交身份解决方案 去中心化社区可以通过共识来验证链上用户的信息 每一种身份信息都会有优利 在采用前需要充分考虑 Web3的身份解决方案主要分成三大 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组合在一起使用 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区块链 身份数据库 区块链是公共数据库 从技术上来说 用户储存的数据无法被篡改 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访问这些数据 并且可以轻松应用于各种场景 然而 在公链上储存原始的个人身份信息 批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隐私问题 因为公链本质上是公开透明的 所信 还有其他办法可以访问区块链的身份数据和断言 Cera 用户可以在区块链上储存个人身份信息数据的哈希值 而数据则储存在链下数据库 还可以将个人身份信息或关于数据的主张 可以用变成区块链上的公正 或者可以利用外部实体及区块链来验证用户的链下身份信息 然后将证明发布到链上通智能合约参考 即发布一个yes or no的证明 证明是否码21岁 身份证明 身份信息和证明 身份证明只关于个人资质 成就 特征或任何背景信息的主张 可以用 身份解决方案通过证明来验证个人是否有资格执行某些操作 比如只有拥有驾照的人才能驾驶汽车 或有相关职业证明的人 才能在某一行业中 VL3的根本目的是建立数字关系 因此要开发VL3身份解决方案 关键是要能访问数字证明 VL3身份有两个最常见的特征 那就是可验证的身份证明 Verify or Percentral可去中心化的身份标识 对 可验证的身份证明是关于用户身份的不可篡改的声明 由法刑方进行加密签名 验证者Verify可以通过DL3验证这个身份证明 比如采用区块链上的公司密钥对来验证经过哈希运算的身份证明属于某一用户 另外 还可以将身份数据或证明变成通证 比如灵魂绑定通证SBG是不可转让的非同质化通证NFT 代表了通证所有者的承诺 资质、会员身份、隶属关系或声明 SBG可以由一个用户发给另一个用户 也可以由机构发号 另外 用户也可以给自己发 SBG包含各种信息 可以是大学颁发的学位证书 也可以是用户希望被公开问责的声明 SBG具有不可转账性 因此对链上地址来说是非常可靠的独特身份标识 但它们本质上却是透明的 所以很难用于需要保障隐私的场景中 包括是另一种类型的通证化身份解决方案 活动组织者可以向参与者发放NFT 来证明他们参与了活动 用户将通证化和非通证化的身份证明结合在一起使用 并有权控制这两类身份证明 这将位区中心化身份或自我主权身份C奠定基础 这个概念的精髓是用户能够拥有和管理自己的身份证明 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将身份证明分享给应用 语言机 身份证明的验证者和传递者 语言机可以对原本储存在链下或在链下生成的用户身份信息进行验证 并上传到链上 语言机可以直接从链下API传输原始数据 或在不同区块链之间传输数据 语言机向链上传输数据并触发链上执行 比如基于某一储存在链下的个人身份 数据触发在链上铸造通证之前 还可以对原始数据进行运算 语言机最新颖的一个应用场景就是用户可以自己请求数据 比如从大学获取学位证书 或从政府网站获取法律证明 并且验证数据的来源 用户无需向预言机暴露数据隐私 而是可以通过零知识主张来进行证明 最终 预言机可以验证用户链下身份信息的有效性 同时还能保障数据隐私 Web3身份解决方案不能全新应用场景 以下是7个独特的链上身份解决方案 可以解锁各种Web3创新应用场景 这些解决方案利用了链上数据 身份证明和预言机来验证用户身份的各个维度 以实现不同类型的经济或社交场景 法律身份证明你是某人 如果公司或项目需要符合某个司法管辖区的监管规定 或在合约发生纠纷后更尽用户 合法姓名 租生日期和居住地 这些身份信息都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采取几种方式来证明一个人的法律身份 其中一个方式就是官方身份证明的发行方 如政府或银行发行可验证的身份证明 不过这样做存在一个问题 那就是大多数身份证明发行方 目前都不想要从零开始搭建或验证身份证明的系统 也没能力投资新技术来改善现有IP系统 因此 一个更实际的办法就是采用DECO DECO是一个保护隐私的预言机协议 目前正在开发者中 其采用零知识证明技术 让用户可以向应用证明关于自己身份的数据 同时不向大众或甚至预言机公开个人隐私数据 DECO可以接入现有API 即使需要终端用户验证 也无需API数据提供商做任何修改 Burata参与了DECO概念验证项目 Wave3用户可以利用Chainer 一贴入Burata生态中的链下 零VN数据提供商 将链上应用证明用户的Weber身份 这个概念验证项目可以通过DECO 接入身份认证平台和文档签名服务 不用在链上或对预言机公开任何隐私数据 只需要发布关于隐私数据的主张集合 在2022年SmartCounter Burata展示了一个房屋租赁的产品原型 用户在租房前需要先验证身份 并签署临时租赁协议 社交身份证明 你拥有某个线上账户 很多应用会想要在Web3相关服务中 利用已经创建的社交身份 如Facebook和Twitter 因此用户要与Web3平台的其他用户交互 出于安全考虑 就必须先验证 关联其Web3地址等Weber社交身份 AutoCrony这个项目已经成功完成了 Decor概念验证项目 使用Decor将Web3用户 与其Twitter或Discord社交账户绑币 并在过程中不暴露底层个人身份数据 AutoCrony可以很好的 仿定用户的Web2和Web3身份 让用户可以在钱包中添加更多社会属性 将社会属性做成MFT 以保证身份的真实性和便捷性 最终 我们可以将用户的链上和链下身份结合在一起 并避免反复做KYC而浪费时间 应用只需要基于某些标准向用户开放 不需要知道用户在现实世界中的身份 或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 创作证明你创造了某个东西 许多应用场景都不需要做KYC 但却需要证明某一声明或艺术品的来源 通过追溯文字或物品的创作者 用户可以证明其艺术创作或奢侈品的真实性 也可以验证视频或声明的真实性 建立创作证明Profile of Creation机制的一种方式 就是发行SBT 正如论文Decentralized Society Finding Web3搜索书 艺术家可以从自己的灵魂地址发行一枚NFT 其他人可以验证这枚NFT确实来自这个艺术家 艺术家还可以发布一个声明 该声明是关联某一NFT的SBT 并储存在它的灵魂地址中 以此来证明NFT属于某一系列 以及NFT的稀缺性 另外摄影师也可以发行 关联SBT的照片和视频 避免作品被伦到 社会评论家也可以发行 关联某一声明的SBT注文 声明可以是关于金融 政治或任何其他热点话题 并基于他过去评论的准确性 和道德操守来建立个人生育系统 这些应用场景都符合记录账本 Wager of Waker的概念 这个概念由Bologics Uniforms 提出 记录账本采用去中心化的协议 在链上对数据进行加密签名 其中包括社交媒体数据 数据 VPE接口 不动流媒体 Use it以及 RSSC等 记录账本的概念 旨在为官方信息提供单一事实来源 资金证明你有多少钱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证明某人拥有多少资产 这无法只靠区块链完成 因为资产可能储存在链下 或其他区块链上 在金融交易中 资金证明对于评估风险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交易对首方拥有的资金越多 通常就越可靠 Teller是一个DeFi协议 为数字资产借贷提供市场 并支持低抵押贷款 Teller在概念验证项目中采用了DECO协议 证明用户在链下银行账户中的资产余额 超过了贷款所要求的动态最低门槛 如果用户账户余额超过了最低门槛 那么他们作为贷款人的风险就会降低 因此贷款抵押条件也会大幅降低 比如 如果贷款人需要贷款5000美元 那么就必须证明银行账户里的余额至少超过5000美元 以证明其还款能力 了解更多详情 请查看博客文章 DECO如何实现低抵押 DECO Teller的概念验证项目 DECO可以让贷款人证明其链下银行账户余额超过了一定门槛 社会声誉证明你拥有多少社会声誉 社会声誉是新兴的身份细分领域 它是指利用去中心化的社区来验证用户的某些操作或特征 还可以从用户的链上交易历史或SBT中提取社会声誉 比如 如果用户链上交易历史可以证明其还款记录两款 那么接待协议就可以将DECO用户的抵押门槛 Oever和Builtain在论文中提到了用户可以质押SBT及声誉来获得更好的贷款条件 一旦贷款还完SBT就会被销毁或换成一个新的SBT 代表用户已经还完贷款 如果贷款逾期就会自动发布一个SBT代表用户违约 这有点类似差点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无需任何许可就可以随意给别人发差评SBT 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 比如会导致个人信息被公开 网络霸凌或内容操控等 这篇论文还谈到了SBT的社会声誉如何用于能启动一个VF3社区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像符合某些条件的灵魂地址空投通证 比如 如果一个都希望建立强大的开发者社区 就可以对开发者空投通证 条件是开发者持有五个会议发放的SBT中的其中三个 或持有其他证明其参加过会议的通证 比如抗5 还可以综合评估SBT组合 来调节空投权重 比如 如果一个灵魂地址同时持有环境保护方面的SBT 原意SBT以及碳结层通证 就有资格获得某一植树造林NGO空投的制度通证 人格证明 你是谁 如果应用可以得知用户的关键信息 7 用户到底是BOT还是无法被布置的真实人 就可以极大提升功能性 不可转让且不可重复使用的人格证明 Curve of Person 只要可以保障用户和人数据隐私 就可以有效用于各类应用 比如 社交媒体平台可以采用人格证明 来避免BOT用户发送垃圾信息或恶意链接 还可以防止通过女巫攻击达成虚假的社会共识 倒可以采用人格证明来抵御女巫攻击 防止某一用户通过操控多个不同账户来获得巨大控制权 一个方法是对灵魂地址中的一系列SBT展开计算 如果地址中有一定数量生育较高的SBT 特别是由多个不同的机构或灵魂账户发放的SBT 那么账户主人就更有可能是真人而不是宝 不过 抗女巫攻击非常难做的 因为要验证个人身份证明的独特性 需要介入一个数据库来验证是否有重复信息 交互证明你与谁互动过 如果应用可以证明用户曾经以某种方式与某个对象互动过 将有潜力实现各种创新的应用场景 某些交互甚至还会触发SBT发放 比如像慈善事业军法或提供社区服务 可以获得社会公益等PT 另外这个触发模式还适用于反复发生的操作 比如在得人应用中 每次交货都可以触发公图 可以展开了DECO概念验证项目 并开发了一个粉丝证明解决方案 该方案可以让用户证明他们在某一艺术家 或创作者的推特下面互动过 或者他们关注了推特上的某个内容创作者 而在整个过程中 用户都无需向应用透露自己的推特账户 以此来保护自己的隐私 这个机制可以证明你是某一创作者的粉丝 并获得各类通证 NFT奖励 生育或特权 除此之外 可以还可以通过DECO获得更优质的数据 保障用户粉丝数量和内容观看次数的真实性 Web3的下一个发展阶段 毫无疑问 身份是Web3应用和服务扩展的关键环节 不过 在区块链上实现身份证明有很大难度 我们需要保护用户隐私 在发布身份证明的过程中防止欺诈 还需要在数据不可算改性和证明效率之间的达成平衡 虽然困难重重 Web3身份确实能为用户带来前所未有的价值 能够让用户直语应用分享自己想要分享的信息 用户甚至可以在不透露隐私的前提下证明自己的身份信息 而这可以通过DECO技术实现 正是通过这些技术创新 社会资本将成为链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防止Web3陷入过度金融化的悬污 并且实现一系列创新的应用商务 将企业和成熟机构都吸引至Web3 最终 身份解决方案将实现Web3的信任最小化 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为用户更好地保障敏感数据的引入 透明性和所有权 当大众对分散化呼声高涨 去中心化自治社区早成为下一个大趋势 逐步吸引越来越多投资者的注意力 随着知名资本及名人的录制 脸上可查的刀已超200 他们共同管理着120亿美元以上的资产合近200万成元 目前刀的范围包括管理加密协议 投资、社交社区、媒体和慈善等 其中投资加密赛道的风险投资 则用最快的速度实现了犯信任 在市场上开辟一种新型模式并大受欢迎 从最近的市场动作来看 大型风险投资公司如 和Tango、红身资本等都将目光放在Web3.0项目上 敌发式近几年持续的热点 爆发式的增长让其领域得到更多潜力 但处于初期阶段的敌发还是面临很多难题 比如中心化严重、门槛高、信息不对等情况 传统金融投资者在转移到DeFi投资时 仅能使用中心化托管服务 这将导致高概率的交易风险和监管风险发生 有了道 这种状况将得到很大改革 到作为一种全新的人类组织协同方式 从筹集、运作、管理和治理等阶段 通过代码设置 并由运行该转件的计算及网络执行 是加密社区的一项重大动力 投资早结合DeFi将会允许任何人以及解析 极快的方式参与到早期加密项目的投资者 等待大规模破散后 必将对Web3.0采用产生巨大提醒 基于此背景 Internet vs Pro怀抱协议拥有流动性的心理念 希望为投资者们带来有价值的资产 Exmed vs Pro是一个运用标志 基于Web3.0的DeFi 2.0去中心化资管协议 它为行业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标准化做事平台 一个流动性路由器以及DeFi资产投资模型 专注提供加密资产的背头管制资产管理服务 高流动性的Exmed vs Pro协议善于创造低成本 高效率和高收益的三角模型 其通过智能合约生成合成资产 以最大化降低DeFi的转入门槛 同时用户不再需要在承受波动性资产场口 以及进行主动资金管理的前提下 获得更多投资机会和丰厚回报 Exmed vs Pro的愿景是成为新一代数字经济 采取中心化网络上的兑换渠道 不仅是DeFi资产 更提供一种NFT机制以进行交换管理并代理化 由此成为Web 3.0商业生态系统中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赋予建设者和合作伙伴重塑商业交换的努力 在Exmed vs Pro的经济模型中 是由随微媒的持有者治理和管理 到通过提案和投票过程 随微媒的持有者将决定 Exmed vs Pro协议的行动和方向 Termanet作为权益 流通不代币 总量为3亿枚 通过一道铸造 社区活动 二级市场等货等 Termanet在买物时将通缩18% 该部分将100%回负用途和生态 其中8%进入得全球共识公开奖利 5%流入自动质押LP资金池 剩下的各2.5%分别被纳入到 云自动生态发展基金和进行销 同时 在与Termanet进行买卖时 会有6%的交易税 随比交易税的3%为添加LP共同 1.5%为通缩销毁 1.5%为营销和市场 参与捐赠Termanet的用户只需要100游戏 并且该协议背后由其母公司 XMITVERSING作为后盾 持有大量的BTC作为基石资产 年化收益高达800% 远超出市面上的同类产品 在XMITVERS PRO中 倒和节点均有专属的货极勋章AFD 可作为创作者和粉丝之间的枢纽 以及通往元宇宙的独特身份象征 同时GNFD可用来质押获得收益和转让 转让后权益也随之转让 目前XMITVERS PRO协议已卓越的技术优势 稳定的收益率和高流动 获得多家知名风投机构投资 更多的专业投资机构和投资人积极参与 如此优秀的市场表现 绝对称得上怕设计之作 随着XMITVERS PRO社区的持续发展状态 以及拥有XMITVERS PRO的用户大面积扩大 XMITVERS PRO将会通过刀治理的方式 采用更加先进的投资策略以及主动投资产品 以资产分支为前景 尽可能最大化地产生收益 XMITVERS PRO的不断增值 将带动XMITVERS PRO生态内所有参与者的积极性 关于它的未来发展会是一往无前的 XMITVERS PRO致力打造 WEB3.0投资生态系统 以成为全球最大的区中心化资产管理 集议为目标 与社区成员一起共同塑造 XMITVERS PRO的美好篮图 最近随着WEB3的高速发展 众多传统BC开始转战到了加密领域 风投高赛道开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前段时间爆火的CAN XMITVERS PRO足以说明风投高赛道的潜力 但是在风投高的赛道中 拥有优秀的人脉资源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此对于由千余名 YCOMBANATOR校友创建的ORINGEL 逐渐得到了很多投资者们的期待 ORINGEL是否值得投资者期待 ORINGEL的价值补货 说到ORINGEL就不得不提起YCOMBANATOR YC YC是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火化器 也是美国著名的互联网创业公司投资服务平台 YC浮化了包括LBNB Strake Drawbox Fundleista等C 推出Reddit等互联网极区快链明星项目 ORINGEL目前的团队完全是由YC校友组成的 据称该组织招新的唯一标准是必须是YC加速系校友 YC校友一般都拥有较为丰富的人脉资源 可以说 ORINGEL到从建立之初就拥有比较高质量的社交人脉往后 这为项目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ORINGEL成立于2021年9月 直接建立一个可以为加密赛道的初创公司提供支持的风险投资组成 最初只是由几名YC校友组成 到如今已经吸引了上千名YC校友 ORINGEL可以帮助初创公司申请YC融资 并在YC融资轮前后为其提供资金 FreeYC及PostYC方面 此外还可以帮助这些创业者加入YC 指导初创公司的内部管理 人员招职以及如何获取车人等 在YC创始人将加密钱包地址与YC关联的 Karkner社人资料中验诸身份之后 就可以铸造一个无法转让的NFD ONLG 通过这个NFD可以证明自己是ORINGEL的参与者 据ONC数据统计 ONLG-NFD目前的持有者已经达到了905个 NFD地板价为420GHz 值得一提的是 ORINGEL并不是YC创始人第一次涉足Weapon 早在2017年 数百名校友就创建了 传统的风险投资工具 海林华乃之士WebSense的发展 不过运作方式并不相同 相比之下 ORINGEL是作为一个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运作 基于区块链实现集体自治 ORINGEL并不是基金 ORINGEL虽然面向投资初创公司 但其本身并不是基金 到目前已有限合伙人的身份进行投资 投资于早期加密初创公司 都也可以通过组建新的基金实体 或共同投资的方式 进行直接或间接投资 如果都通过其他基金进行投资 这些基金必须由基金经理独立管理 基金经理可以从高成员 委员会或流程获得建议和输入 这些基金的刀口普通合伙人 GB可以交换部分或全部GB携带的刀带币 因此ORINGEL可以与ORINFUN是协同运作的关系 ORINFUN是由ORINGEL提供支持的web三风景基金 也是实际上支持初创公司的基金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基金的业绩如何转化为交回报 并不是绝对透明的 此外ORINGEL一选择也要作为其底层区块链 ORINGEL将利用NEO对其投资的加密初创项目 进行资金以及管理方面的支持 同时也有基金会也向ORINGEL投资1500万美元 以帮助支持在NEO区块链上建立web三公司的创始人 归属期为4年 总结 与其他风投道不同的是 ORINGEL除了提供资金支持之外 还会给项目提供指导 全方位助力于初创项目的发展 此外ORINGEL有YC校友的人满圈子 并且还获得了优质攻略NEO的支持 项目起点与资源都是可圈可点 总体来看值得期待后续的发展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加入ORINGEL除了要求是YC效益外 还有一定的资金要求 投资者加入的门槛较高 对于普通的投资用户而言并不友好 此外 ORINGEL目前的相关资料较少 并且该项目的短期走势并不出彩 项目的后期发展也还无法判断 综上所述 ORINGEL长期来看是值得期待的 但是若是作为投资的项目来看 还需要慎重考虑 今年8月 CB称其符合税收合规的实时工资支付方案 得到了Vita等Web2巨头的支持 成为第一个推出自己的CB可以小卡的 Solana生态项目 CB持续进行布局真实世界战场 至今已收购近10价Web2支付公司 自2022年3月CB上线也 已经有超过250个项目 使用CB的支付服务方航公司 作为少数已经从服务中获利的Web3项目之一 预估至2022年底 CB营收将来到2000万美元 运行在CB公链上的CPAC节点 是此次CBG平线计划的重中之重 将进一步提升Web3支付应用 CPAC节点在Web3与Web2的应用 CB正在推出支持多链生态 并以支付为中心的得益 提供的执行速度较高 CB可定制流支付模块 将有效支撑起金融支付应用 CPAC节点是其中的关键 正在出售的CPAC节点 将受与持有者成为CB公链上验证者的权利 充当身份证明 CPAC节点持有者将获得特权 并成为构建未来基本支付基础设施的一部 享受此公链收益分任 CPAC节点使社区共建者成为CB公链不可分离的基础 CPAC节点于Web3中应用 对于Web3用途来说 只有CPAC节点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 可是有的时候不应该运行 同时可以获得更换